手握着铅笔,信手年来就能画出脸的轮廓 它是就读平容高中多媒体设计课二年级的小画 从小便展现出艺术美感天分 就连穿衣服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是画画为兴趣的小画 直到高中才正式进入课盘就读 就在国际赛中获得冠军的夹击 陪伴她成长的背后支柱是世界展望会 除了经济与物资辅助 展望会也真是小画的艺术天赋 鼓励她勇敢追梦 幼稚圆我觉得我对色彩就蛮敏感的 穿衣的内容就是穿上衣服会想要亮一点 那时候就蛮有自我意识的 很喜欢画画 而且画画是让我能够静下心来 就是不要内心那么躁动 所以画画真的就是我的兴趣 也同时是我的专长 其实我蛮震惊的 因为那时候就刚进入画画没多久 是一位老师指导我的 就是那一次的作品 就是接近万圣节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的画风比较起烈一点 所以我想画出一个就是嘴唇裂开来 然后这样出手这样子的画风 展望会在台湾已经设立第60年了 那在这60年当中我们针对就是聚焦在脆弱 经济脆弱家庭的和哨 那我们从婴幼儿出生到她大专院校毕业 我们都一度地支持他们 那在小花其实她在开案之后 社工园提供的服务除了定期的一个家庭方式 关心家庭的一个状况之外 我们也会每年定期提供教育跟生活辅助金 小花说世界展望会就像她的第二个家 给了她发掘自我探索兴趣的机会 而在学校老师眼里她是一位自我要求相当高的学生 从这幅电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小花想表达的 对于人为垃圾破坏海洋 造成海洋污染所要传达的悲痛和愤怒 每一根发色的站栏都能看出她对作品的坚持和用心 展望会其实就是从 就是有一种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她从以前就是陪在我身边 然后也开了很多次 也有一次是画画的课 展望会有开一个画画课 然后我有去那边 然后是一位大学老师 然后我就变成她的小助教这样子 所以很开心展望会能够成为我的一个后盾这样子 想要开属于自己的画展这样 我想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品 我们发现了她是一个不屈不脑的孩子 然后对于做设计这件事情 她有非常大的创造力跟想象力 还有热忱然后我们就会将她这样的创造力想象力跟热忱 把她好的东西放在好的设计上面之后就会发扬广大 随着AI时代来临那我们希望她的东西是有温度的 所以我们非常着重在手的记忆的这一款 然后希望将基本功打得扎实 那才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接上现在的AI的新的电脑的技术 可以去发展出属于自己比较特别的设计创作能力 我想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他追梦的一个机会 或者他追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要 那掌握会很荣幸的是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在经济脆弱的儿少 他们在追梦的过程当中 掌握会的社工可以从旁协助他们 帮助这些孩子先找到自己的梦想 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建立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观 然后他们有沟通力问题解决力 回首国中画的那幅我的梦想 上面有美食有画笔 还有对举办个人展览的向往 相信这位勇敢女孩小画 在不久的将来定能实现她的梦想 记者周振宇 徐凯军 采访我到